轨道电路的运作原理 高铁信号系统的作用在于确保列车之间保持安全距离 全国高铁网络的信号系统都要符合CTCS2 即是利用轨道电路 或者较先进的CTCS3 即是采用无线电的传输规格 首先讲CTCS2 即是利用轨道电路传输的信号系统 系统会将铁路路轨分成多个区间 好像在画面上这三个区间 每个区间都装置了轨道电路 而蓝色箭嘴就是路轨上一些肉眼看不到的偵測信号 透过这些信号 轨道电路负责偵測路轨有没有被列车用着 换句话讲 即是会知道列车的位置是在哪里 偵測的原理是怎样的呢 每段轨道电路的头尾两端 都会装有一个接收器和一个发射器 如果接收器可以顺利经路轨 接收到发射器发出来的偵測信号 即是说那段路轨畅通无阻 没有列车用着 但是当有列车洗入了那段路轨 发射器的偵測信号 就会被列车的车轮挡住 接收器接收不到偵測信号 即是表示有列车用着那段路轨 CTCS2和CTCS3讯号系统的运作原理 无论是采用CTCS2 或是CTCS3规格的讯号系统 都是根据欧洲ETCS列车控制系统的规格来理定 简单来说 CTCS规格的讯号系统需要符合国家安全规范 这个规范也都跟欧洲ETCS的国际安全规范是一致的 而广深港高铁包括香港段的讯号系统 就是采用CTCS2和CTCS3规格的双系统设计 提供多重故障防御 当列车采用CTCS2规格讯号系统行驶的时候 轨道电路会将列车位置信息传送到轨旁讯号系统 轨旁讯号系统根据收集到的列车位置信息 经过分析之后利用轨道电路再向各列车发放行驶指令 列车接收到行驶指令之后 会由车上面的自动列车保护系统再加以分析 计算出画面上面这条行车速度曲线 即是代表列车可以行驶的安全速度和距离 如果列车采用CTCS3规格讯号系统行驶 轨道电路同样会将列车位置信息 传送到轨旁讯号系统 轨旁讯号系统根据收集到的列车位置信息 经过分析之后 透过专用无线电信号GSMR 再向各列车发放行驶指令 列车接收到无线电行驶指令之后 再经车上面的自动列车保护系统分析 同样会计算出列车可以行驶的安全速度和距离 采用专用无线电传输的好处 除了是比较先进之外 也都可以更加快将信号传送给列车 列车是怎样去保持安全距离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无论是采用CTCS2 或是CTCS3规格的信号系统 各列车都会根据接收到的信号和行驶指令 在行驶期间能够保持着适当的安全距离 前面列车停下了 后面的列车会安全撒停 画面中前面的列车A 和后面的列车B 行车时保持着安全距离 但如果A车停下了 B车怎样才知道要停下而不会出线呢? 就会全靠信号系统发挥功效 如果前面的A车因为某些情况要减速 甚至完全停了车 轨帮信号系统会因应A车的情况变化 去调整传给后面B车的行驶指令 B车车上面的自动列车保护系统 分析了有关数据之后 就会发出减速指令 要B车相应减速 最后在安全距离范围之前 撒停车 列车超速防护 当CTCS2和CTCS3规格的信号系统 在正常运作情况之下 列车是会根据接收到的信号和行驶指令 在指定的速度内行驶 保持安全距离 如果列车司机不跟指令 无按指定的车速行驶 一旦列车过了黄色的指定车速 即是超速 车上面的自动列车保护系统 会马上发出警告 指示列车减速 但如果列车不减速 车速开始进入红色境界范围 去到接近车速上限的时候 车上面的自动列车保护系统 就会即时自动发挥功效 自动将整架列车撒停 再次进入红色境界范围